6月12日,吕继红大海情中国新独唱音乐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盛大举行 在中国建党90周年,人民解放军海正文工团迎来建团60周年之际 吕继红将在7月11日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独唱音乐会 活动当日,著名歌唱家颜维文和谭京来到现场为吕继红加油打气 谭京自称是吕继红当日到场唯一一名女性贴感粉丝 吕继红透露,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和法国钢琴家理查德·克莱德曼将为吕继红登台倾情助演 那个小宋呢,是有除了他自己演唱的作品以外,跟他有一首合作的作品 还有就是那个跟克莱德曼,发布他的特长,我特长,有一首中国作品 中国典型的中国作品,非常好听的歌曲 是加拿来我俩会一起合作,他用钢琴伴奏,我来唱演唱 此次活动中,作为担任多年禁毒宣传员的吕继红 还为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代表赠送了音乐会门票 并对前一阵明星吸毒事件发表说法 我就始终的有一个话我想告诉朋友们,就是说 生命特别短暂,一定要珍惜,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知名度的一些朋友们 你的一言一行,会给大家带来正面的影响和反面的影响 所以要真爱生命原来毒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